北京时间7月23日消息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英国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王妃 于英国时间下午4点24分 诞下众八磅六王丝王子 这一消息于格林威治时间 晚上8点30分由英国皇室白金汉宫公布 随后以告示的形式 装针在一个金色的画架内 矗立在白金汉宫镇门外告知天下 据外媒报道称 凯特王妃大约在昨日英国时间 早上5点半左右驱车被送往医院 威廉王子一直搬起左右 31岁的凯特王妃 伸出表示不想接受抛妇产 这家医院名为圣玛丽医院 位于伦敦帕丁顿区 也是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诞生的地方 23日下午2点 伦敦塔将民放62项皇家礼炮 庆祝小王子的诞生 威廉和凯特于2011年4月29日大婚 22日出生的小王子 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封号为剑桥王子 目前孩子的名字尚不为外界所知 预计王室将在未来 一周或数周时间内公布 剑桥王子将是记起祖父 扎尔斯王子父亲威廉王子之后的 王位第三社会继承人 据美国OK杂志报道 凯特的孩子可谓是含着金汤式出生 这位王神婴儿将可继承 高达10亿美元财产 金贵身价令人责舍 这些财产全部来自孩子的 直戏家庭成员 包括英国伊丽莎白尔氏 菲利普亲王 扎尔斯王储 以及威廉王子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